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在中国当地时间 11月25日 当地官方媒体凤凰网在一份报道中提到 24日晚上7点左右 武汉保利公园九里 与周边小区业住 他以小区附近腰间变电层 担心会有辐射 其中机民到施工现场 马路边提出抗议 捞传招路拥堵 随后警方出警 现场失明 提到刚开始来的是交警 后来公安才来的 交警到了现场后 开始舒展聚集的居民 其中可能发生语言冲突 有一位警察把人放倒了 这个警察一生九起 很多人怀疑他喝了酒 随后他堵到车里不出来了 当地民众 便执法警察 酒后如此强力执法 于是现场的多位居民 启喊口号要求撤这名警察是否喝酒 然而涉事警察且躲进车里 是否睡了三个小时 其他警察才给涉事警察测酒精 而且是断断续续地吹起 后来当地警方人员 让围观的民众驱赶到两边 将涉事民警放走 让众多民众中的 两位围观人士抓捕 整个过程持续到25日 零才1点 他们要在我们小区50米都不到的地方建一个高压便电站 遭到民众抵制 每个警察就来了 有一个交警 一次酒后执法 他有出现打人的情况 打完了人 被人发现他喝了酒 他想回到警察里面躲 大概坐了三个小时 人越来越多 他们终于给这个人测了酒 但是车里面测了 他不让民众看到 但后来交警越来越多 就把我们这些民众赶到旁边 对酒执法的这个人 在这就溜了 最后游泳 就是围观情供那种奇怪的 这只是去围观的一下 然后就被吵 在中国当地时间11月26日 武汉当地警方在其微博丈夫 发文提到 11月24日21时许 洪山区行四河东路某小区门口 831区破坏电力工厂为党设施 独裁交通事件 接警后洪山公安奔局 民警张某等人现署到场处置 处置过程中 特别人员起哄称警察法人 身上有9位走后驾驶警车 并围堵制法民警 公安机关警务督察人员 依规现场警督察 在现场民众见证下 对张某进行酒精检测 处职显示文林 经核查张某系正常执行 公务没有酒驾行为 针对当地警方的回应 当地民众纷纷在各大网络论坛发文讨论 其中在凤凰网的指责新闻上 有19202人参议讨论 其中1401人留下评论 但中国的其他各种论坛统计数字 也是非常惊人 以下是小编栽录的网友主要讨论 网友A 看了新闻报道 为什么现场群众反馈的是检测酒精 是在警车内不让群众见证 网友B 当初警车经常招咬过时 有时没事闪警灯 停车也闪 警察在车里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开得很慢 像压路机 网友C 围装太常见了 如果是假的 为什么事情会闹这么大 我看现场都有很多人 说确实是酒驾 网友D 这种操作 一看就知道是正式编制 一换个服务警试一试看 第二天就通告开除 路上要是发现有个离世酒驾的 究竟五分钟就能冲出来 给你查得明明白白 吹不出来能让你吹出来为止 网友E 兄弟单位 又能拖几个小时才查 还放了一条浆的水 网友F 人民套钱养的什么人 他们自己人竟然舞弊到 骨车里三个小时不测酒驾 网友G 真了得 好警察辛苦了 下次早喝点 不然打人没劲 网友H 亲眼目睹把人民警装放倒在地 这个警察差点把人打网上了 挖着脖子 跪着人家心上打 太恐怖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